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朝鲜半岛局势紧张,日本政府今19月决定将引进二套陆上部署新导弹拦截系统,陆基神盾系统估计将耗费2000亿日元,约532亿新台币以上,计划2023年完成部署开始运作。 综合外媒报道,日本政府周二举行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向美国购买二套陆基神盾系统,并将使用日美共同研发的新型拦截飞弹SN3 Block 2A标3改良型强化导弹拦截系统,其防卫半径可达数百公里。 防卫省相关人士说二套系统能对北海道道冲绳的地区进行防护。 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表示,国民希望政府在弹道导弹防御上尽可能迅速的应对,将以最快速度推进。 他说将在实施部署候选地的地质调查等基础上,征得当地的理解,部署候选的魏秋田县和山口县。 日美指出,每套系统不到1000亿日元,约266亿新台币,但根据雷达等装备性能的不同,金额可能进一步上升。 估计费用会超过2000亿日元,防卫费用必将膨胀,日本在野党的批评声孔将高涨。 目前,日本在导弹防御方面,航空自卫队拥有爱国者防空飞弹PAC-3海上自卫队则有神盾舰与陆基神盾系统相同的拦截系统。 新购入的反导系统将攻陆上自卫队使用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